一開始來台灣是台中 就是一中間那邊 我在那邊三年多 後來去高雄 所以很少來到台北 所以那個時候 我想來 你是不是因為在台中 已經騙了太多的妹 無法在那邊再生存下去 不方便講這個 不用講這個好不好 沒有 不是不是 不是啦 然後我那個時候很愛吃滷肉飯 而且我很喜歡吃比較肥肉的 甜甜的 然後我已經吃到習慣 從南部的滷肉飯之後 我第一次搬到台北 而且我這是第一次住的地方 台北的東區大安區那邊 然後那邊其實滷肉飯的點不多 然後好不容易找到滷肉飯 然後我跟老闆說滷肉飯 出來的 我跟老闆說 不好意思 我要滷肉飯 對啊 這個是滷肉飯啊 都是瘦肉是不是 對 是肉燥對不對 對 請問一下滷肉飯跟肉燥有什麼不一樣 北部分開講 北部分開講 滷肉飯就是肉燥飯 可是如果你要 我們南部講的那個滷肉飯 其實就是有 打一塊烤肉 就是三層肉 大塊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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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